三角形的边长关系 任意给定一个三角形ABC 其中三边长分别为ABC 由于平面上两点间 以直线距离最短 所以可以知道A加B大于C B加C大于A C加A大于B 也就是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和 会大于第三边 由不等式A加B大于C 两边同减去B 可以得到A大于C减B 称为第一式 由不等式C加A大于B 将两边同减去C 可以得到A大于B减C 称为第二式 因此由第一式及第二式 可以得知A大于B减C的绝对值 利用同样的方法 可以推得C大于A减B的绝对值 B大于C减A的绝对值 也就是三角形任意两边差的绝对值 会小于第三边 综合这两个不等式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一个三角形中 第三边会小于任意两边和 而大于任意两边差的绝对值 B大于B减C的绝对值 B大于B减C的绝对值 B大于B减C的绝对值